一个人身体健康除了平常时运动吃的健康也很重要 我们到关卫生局保健科就派来的营养素 来到苦酒下苦 占对老大人的饮食来回来 并且也当中设计营养饭和饭做的料理 来记得当时要怎么吃才不吸引营养 为此我们的身体健康 营养素哪早哪细缓到 如何料理出更有营养粉的菜写出来 一个人的身体健康除了平常时的运动 吃到健康也很重要 我们到关卫生局保健康 就派到营养素营养素来到苦酒营养素 占对老人的饮食来做几位 他们到社区来做一些长者的营养教育的计划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 让教育推动计划能够让我们的长者 在他们平常吃的里面去更加注意自己的营养 然后要怎么吃才能够得到这些营养 还有避免我们的肌肉的流失 所以季晓中现在对一些长者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 在一个早期蒋建国时代的时候 他们这边就建设了一个长寿田 可见这边的人的话都活得非常快乐 非常的健康 希望通过营养素的一个教育 能够了解整个现代营养的一个定义 不要说一定要吃得很饱 就是一个很健康 希望他们的话每个人都活得到120以上 扣定当中 营养素也会马上来社会菜单 以及很煮料理 来知道中间要怎么吃才不会失去营养粉 像中间常常常选择 逐五十两跟脆菜的粉类 没不对去 都很容易造成 应是没有平均的衍生 到社区发现长辈很喜欢吃全古杂粒 都把南瓜或者一些全古杂粒类的东西都当作是菜 比如说南瓜黄地豆这些 其实它就是跟我们饭主食类的一样 就是很有淀粉质的 那他们都把它当作菜 有时候就变成说它的全古杂粒类吃过多了 那这个东西会饱 饱了之后我们可能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像水果的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吃不下 所以就变成说希望说他们能够均衡的饮食 每样食物都能够吃得到 下回老大人 就你记得了后 最欠款就是蛋白质 希望透过的课程 让他们了解如何吃 才会让饮食无平均 来为此也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记得您参加报道 谢谢大家